得亏您各位支持我们走到了今天 当然要感谢千儿哥 没有 感谢我 我每次上台必须得感谢千儿哥 因为我在这个台上只占20% 那那80%呢 于老师和他的家人 就只是说他们的合着 没办法啊 怎么呢 不说你说谁啊 我从小学向上 我在桌子里边站了十年了 捧根啊 谁站在外边谁说我 他们也说 郭德纲他们家怎么着 郭德纲他大爷怎么着 郭德纲他大妈怎么着 如何如何的 我们这孩就这样 谁站在里边 谁赢这个活 谁拿这份钱 是这样 他没有办法 这不是真的列位 这角色 你以为我站在台上 我说千儿嫂如何如何 我就那么开心吗 你就那么开心 你就让我看出来了 老嫂鼻母小叔子是儿 您又客气了 见嫂子 规规矩矩 客客气气的 那倒是应该 真打不 有的时候 我有时候 哎呀 心里别扭 工作上的事 或者什么事 别扭 解不开这个戈子 怎么办呢 谁劝都不行 只有嫂夫人 哦 我媳妇劝 哎呀 我跟自己较劲都不行了 到嫂子那儿去 一定能够把我说服 怎么那么别扭 这词 谢谢大家的鼓励和支持 咱们就当好词听 我们好好过日 谁呀 真的 嫂子确实是 大家闺秀 她谈不到 人家这才是一家人家呢 这个是书香门帝宦官之后 宦官之后 人家那个 不是宦官是太监 是吗 您是真刚知道吗 家里做官的吗 不是 做官的倒是 她曾祖父做官的吗 那是老年间 在清朝负责贺鼎红的品鉴 这差事官运不会忘吧 上任的当天就去世了 那就是来活了 那就是 后来 她祖父 也就是她爷爷不就说了吗 说咱们别做官了 怎么不做官了 瞧老爷子做官 上任当天去世了 咱们还是多活些年比较好 这是好的 所以后来她的祖父 投名师访高有 成为一个武术的大家 练家子了 那当然了 天下有名的侠客 都教过你的祖父 您举几个例子 比如说有一位铁纱掌的大师 那是双手上的功夫 单巴掌挥动五百斤的力气 两巴掌一千斤 有能耐 教过你祖父 是啊 可惜这位大侠英年早逝 呦 怎么死的 早晨洗完脸啊 拍爽肤水啊 拍个稀碎 这么大能耐 跟自己就要使什么劲呢 就是这样的侠客 都教过他祖父 就拜着缺心眼的侠客 祖父很厉害呀 真有能耐吗 那是啊 到最后铁兵人不敢粘手 为什么呀 怕把对方伤着 就这么大本事 出门在外得防身呢 那怎么办呢 带着葫芦 一葫芦就打架了 对方一来人了 老爷子掏出七个葫芦来 还七个呀 有口诀呀 怎么念呀 叮当当当当当 葫芦娃 没有七个 一个 这差不多 一个大葫芦 后来嫌一个葫芦 杀伤力太大 那还怎么办呢 从当件切开 拌拉 拌拉葫芦 这叫瓢 是 祖父背着瓢 那瓢便天下 那叫打便天下 打便天下 无瓢手 哎 好嘛 顺我者唱 你我者瓢 好 上下游 他全包了 再后来 他祖父就病了 你看 就是瓢的 这就是 你别说这么脏 废话 这瓢的 瓢便天下 可不是病了吗 这 不是 练武术 练得走火入魔 真病了 得了 得了很重的病 什么病 全身不随呀 哎 全身不随呀 是的 那叫半身不随 得了两侧半身不随 好 一边得一回对上了 但是头脑很清楚 有思维 而且眼睛能动 这怎么眼睛怎么动 全身都不能动 但是眼睛很活跃 哎呦 眼神很好 家里说这怎么办呢 得了 给娶个媳妇吧 干嘛这时候成亲呢 当年管这个 叫冲喜 冲喜 冲喜是什么意思 有一个喜事进门来 把这事就冲开了 哦 有这么讲法 这才娶着你的奶奶 哦 结婚了 老两口过门之后 十分的恩爱 是 生了八个孩子 那是 那时候也 所以说天底下 你先等一会 你先等一会 我问问您啊 嗯 那个光靠眼神就生八个孩子 啊 这可能 嗯 啊 行 就别往屋里吊人了 爷爷个性 什么叫个性 要强 没有 要强的是 反正是有孩子 有孩子是有 要不然你父亲 能这么嘚瑟吗 怎么嘚瑟了 你想他爸爸那会儿 年轻的时候 正赶上好时候 怎么 他爷爷挣这么些钱 也没来及挥霍 都给他留下来 到他爸爸那会儿 这叫 玩胯子弟 玩胯子弟 喝玩大胯子 不是 没听说过 怎么说 那叫玩裤子弟 先玩裤子 好玩大胯 你看 玩什么 玩裤子弟 玩裤子弟 对 他父亲 年轻那玩 嗯 那会儿就穿 英国的西装 洋装 伊德利的皮鞋 的讲究 喷法国的香水 这世界最好的 特别的香啊 这叫什么牌子 法国香水 啊 认识这个 特别香 没听清楚啊 什么牌子 对对对 哎呦可香了 你先别顺着 往下说呢 你这 什么牌子呀 王首义 十三香啊 我爸爸出门 喷一身佐料干啥 我得会啊我呀 不会 您就下来 我得会这个 画过发呀 什么画 画画画会吧 画过画 我可得会 反正很香就是了呗 是 他爸爸戴那大戒指 好家伙 祖父绿的 啊 祖父绿的 那叫什么 那叫祖母绿的 让祖母绿的 那还是祖父绿的呀 这个 不管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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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叫祖母绿 反正反正很厉害 就这么一个家庭 包括后来 娶了他媳妇 嫂子真好 嫂子体育健将 他是练 国家跳河队的 跳河 跳河队的干嘛 什么 跳水队的呀 国家跳水队的 对呀 经常出国比赛 这回啊 英国了 过两天 澳洲了 最近 接客了 接客了 接客就好长时间了 没听说过 练练跳水 换公众了 这不 接客斯勒伐克 您说清楚了 出国了吗 这不 就爱上接客那去 挺好 那是 嫂子还参加过 那个全世界的 铁娘们三项运动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 那叫铁娘们三项 就是游泳 登三车车 打老太太 什么呀 改流氓了吗 这不是 铁娘们三项运动吗 别走大字眼了 铁人三项 所以说 没有人敢对 嫂子有非分之想 真的 那不是一般的娘们呢 呵呵 铁娘们 愣 你知道吗 但是呢 有时候 从他们家门口过 我还愿意进去 跟嫂子聊会儿 看看老太太 看老太太 看看他母亲 他爸爸经常不在家 不在家 他爸不在家 有时老出去 找人喝酒 门口去 往奶奶家家 李寡妇家什么 他爸爸不在家 都上这地方去 对呀 家里有时就是 他媳妇跟他母亲 就娘俩 哎 走到你家门口 有话千儿哥的家 到了 就爱上他们家玩去 是吗 住平房 哎 比楼房舒服 是 抬手拍门 哦 啪啪啪 这是拍门的吗 这个 我啪 啪啪啪 你换个方式 嗯 就这这个 哎呀 这过瘾的 别的不会 你敲门 听里边 出来人的声音 就是嫂夫人 怎么听出来 一边走 一边还唱着呢 他喜欢唱 三那月的这个桃花开啊 哎哎哎哎 情人浪 你老没回来 哎哎哎哎 解开了 香罗带 我是露出了兜兜来 脱毛裤啊 又穿上 这好 什么天 你连毛裤都穿上了 门分左右 啊 嫂夫人出现在门前 哦 来了 穿着个超短裙 这场合 穿超短裙 在家里怕什么 又何况不是那么短 到哪啊 锁骨 啊 那不是超短裙 那叫夹领子 知道吗 超短裙 上面这边 在锁骨的上头 我问下头 在锁骨的下头 这边还这么长吗 这个啊 嫂子您挺好的 嗯 嫂子可大气了 他说 死鬼 哎啊 缺德的啊 哎呦 提上秋裤就不认账了 走 毛裤换下去了 嗯 上家去吧 嗯 那个千哥在家吗 哦 你来的正好 嗯 刚走 哎 刚走 刚走叫正好啊 那个老太太在屋吗 看老太太 老太太在那屋呢 哦 平房大院 是 我得看看你母亲 应该的 你妈就是我妈 哎 一打开门 老太太坐上弹钢琴呢 哎 我妈好这个 这是一般的老太太吗 是吧 戴着个金丝眼镜 头发梳得很整齐 有文化 坐在钢琴这 上面放着谱子 还有谱 离着远瞧不出来 嗯 你约看见 柴克夫斯基 也不什么什么协奏曲 这还挺高端 不敢打扰啊 嗯 老太太呢 咚咚 咚 咚 我妈坐猪圈里弹钢琴呢 没听说猪八戒出来才这曲子呢 这是什么柴克夫 宋柴侯那个司机写 不怎么样 我拿董哲的玩意去啊 哎 一曲终了 哦 老太太一回头 嗯 还是猪八戒走了 这是 老太太回头 瞧见我 嗯 兄弟 等会 越说越不像话了 我妈管你能叫兄弟吗 你这个人有问题 我怎么有问题 咱俩人跟亲哥们是一样的呀 对呀 对不对 我拿你母亲当我的亲娘啊 那就应该的呀 我这一进来 老太太看见我了 呦 我当是谁呢 原来是德纲来了 前两天还念叨 这小子怎么不来看看我来 他们说你忙出门演出去了 没想到 说你你就到了 今天看见你 我真高兴 嗯 这么一段话 你听成了兄弟 我这耳朵 要不要不吃劲了 这怎么都听乱了呢 娘啊 您挺好的 好 快坐那儿子 最近挺忙的吧 还行 托您的福 老太太您挺好 还行 还行 就是你来了 赶上好日子了 怎么 今天是我生日 呦 您赶上了 呦 我的娘啊 您高寿啊 是 我生于昭和26年 对 日本人 老太太日本人呢 不是 怎么按那儿都算了 我出生那天 我们院里招了一个姓何的来了 别提着 有点印象 那人26岁 到今天 我也不老小的了 是 等了 今儿来了 好好的一会儿 咱们吃寿面 那好 喝点寿酒 哎呀娘啊 我不知道您过生日 要知道您过生日 我不能空着手来呀 还要送礼啊 老娘您做好了 我给您念一个 增福增寿经 您还会这个 老太太说 听经哪能坐着 那 你等我躺下 躺下 听经 老太太躺好了 拉过白床单里 一盖 得 这就要送 念吧 哎对 我这志志成成 给你母亲念这 增福增寿经 是 道长成就 朕即将长 宅住千城上 香舍拜 探向海中 巨阳 盛好 苦海滔滔 孽子朝 迷人 不幸 伴奋好 世人不把 弥陀 念往在世上 走 一遭 这是增福增寿经 吗 这 这你划着船来的是 怎么着 这什么都有这里头 怎么那么乱呢 我哪懂得这个去 表一表我的心意 得了心灵 念完经了 我一看 好 老太太睡着了 没听进去 上岁 人家就 听着听着 哎呀 困了 脚多 我也不敢动了 是啊 你看这会儿 工夫门一开 谁 你媳妇进来了 她 看看我 对了 睡了睡了 偷走 回来 怎么意思 你们俩这满脸 跑眉毛到这 老太太睡觉了 她叫我出去 帮着她上厨房 做饭去 做饭就做饭 你说不就完了吗 她把老太太吵醒了呀 我们俩一前一后 你们俩是做什么 心虚的事 到厨房 把门关好了 插销插上 把链挂上 干嘛呀 做饭 做饭关门 链干嘛 平房 这屋没有抽油烟机 万一油烟子出去 给老太太训着怎么办 怕给老太太训着 你们就不怕训着 我们会人工呼吸 不用 脏心烂肺 不是你说清楚 做饭呢 我们正忙着呢 外屋打起来了 谁跟谁呀 你母亲跟你那儿子 呦 这怎么会打起来呢 于谦老师 有一儿子 是 淘气 小孩嘛 没有这么淘气 当然家里是真宠 那是 你想啊 这孩子这个名 就很富贵 叫什么 张王李 刘赵孙杨 好家伙 这几个姓 没有一个姓于的 这就如同 吃百家饭 长大的孩子 不用这样 张王李 刘赵孙杨 进门一瞧 老太子睡觉 他可得意了 是 因为你母亲好抽烟 对了 有一个烟袋 现在老太太抽烟的很少了 是是 你母亲的抽不抽的搁一边 这是一个念性 怎么个念性 好家伙 乌木的杆 白铜的锅 翡翠的嘴 真讲究 这是你母亲的陪家 好家伙 四五年了 四五年了 陪家四五年了 1945年嘛 您说清楚了 就爱这个 想当初闹日本鬼子 两队日本兵冲进你们家 一队把你父亲押出来的 一队就把这烟袋搜出来了 好家 日本军草煮着刀 告诉你母亲 人和烟袋只能留一个 真狠 你妈哭了眼泪哗哗的 一直你爸爸 把他弄走吧 把他弄走了 你父亲抓走的转年 生了你大姐 那时候就是日子 确实是 不对 怎么不对 等会儿 转年 得走转年 生了我大姐 转年年底 年底也不像话 这怎么回事 不是 你爸爸半截跑回来 跑回来 你爸爸到了日本兵营 我得跑啊 对呀 你爸爸就往外跑 一跑 日本鬼子一枪 给他撂那 还是没踏实 这里头 不是 打腿上了 没死了啊 一转身掉山剑底 还帅死了 山剑底 他就有草 没死 掉石头上 还是摔死了 不是 他踩着石头 他爬上来 还是没死 一上来 日本兵等着了 你折腾我爸爸干嘛呀 我折腾我 行不行 这还没有用 你就说清 这都不重要 这太重要了 反正这个烟袋很重要 怎么着了 小孩跟这玩烟袋 啪叉 烟袋碎了 你母亲一撩 这白单子 蹭就起来了 是啊 我要咬人哪 怎么了这是 呆子 孙猴 追这孩子 哎呦呼 家人俩跟这院里边 打起来喽 哎呦多热闹 孩子哭大人闹 厨房里边 我跟嫂子就听见了 那还不听见 嫂子已经不对啊 这是我儿子哭啊 他听得出来 这个声音我熟悉啊 是 张王里刘兆孙杨 别提这名了行吗 哎呀 我得赶紧救我的儿子 哦 站起来 开开插销 拉开窗帘 推开门 往外就冲啊 早干嘛去了 哎呀我儿子 这是怎么的了啊 你先等一会儿 怎么连衣服都脱了 不是刚才热把外套脱了 您说清楚 哎他一出去 我也得看看去 就是啊 这毫无眼的 你连裤子都脱了啊 你们到底是做饭的吗 这 到院里去 吓死我了 怎么了 你媳妇跟你妈打起来了 他们俩也打起来了 好 裤衩满天飞 哦 动了手了 我也不能搭茬 我也不能说话 我也不能劝 那是 站边我跟傻子似的呀 哎呦 你媳妇真急了 是 妈我跟您说啊 说什么 您说出大天气 您可以 您管孩子 我不拦着 您不能欺负我们孩子 是是 您看我儿子哭成这样的啊 我可怜的张王李刘照孙杨 你别提这个了 行不行啊 啊 您要这么欺负他 我跟您说实话吧 哦 这儿子 不是于谦的 老太太仰天长笑 哦 你以为这个玩意就想着我了 是 于谦还不是他爸爸的呢 没听说 不一样 啊 啊 sao 啊 啊 啊 谢谢大家